京華城案延燒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以及前副市長 彭正生涉犯收賄 圖利等 罪嫌重大 遭到深壓禁見 臺北地院今天凌晨三點多 裁定柯文哲無保請回 彭正生積壓禁見 柯文哲凌晨三點多 走出地院 神情疲憊 在支持者的圍繞下 他表示 這兩天承受 極盡的壓迫跟凌虐 強調自己沒有干預 京華城的容積率 隨著群眾的歡呼聲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也總算卸下心中的 大石頭激動落淚 和民眾黨立委 黃珊珊等主要幹部抱成一團 凌晨三點多 柯文哲不出地院 神情疲倦嚴肅 反觀現場的小草情緒相當激動 現場一度出現混亂 柯文哲感謝支持者的守候 也質疑司法單位如果覺得有問題可以傳訊他 不需要清晨出動搜索台灣主要在野黨主席的住處跟辦公室黨部 柯文哲說從檢察官這兩天的方式已經知道他們態度明確 也感謝法官扛住所有壓力強調自己沒有干預金華城案 北院表示柯文哲並非都委會的與會人員 自身也無相關專業 他主張信賴專業性且多數覺得都委會決議 檢察官舉證無法認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裁定無保請回 人可抗購 民眾黨發出聲明會為捍衛柯文哲的清白奮戰到底 不過案件尚未落幕 北檢將提抗購 柯文哲被控的多起案件 也已經陸續展開偵辦 記者 朱峰竹齊稱 綜合報導